打開水溝蓋一看 這條水溝能夠排水的寬度 竟然只剩一半 不僅如此 水溝內還淤積了許多塵土 再往前走幾步 同一條水溝的另一邊 竟然是積水現象 經過擾動還飛起許多蚊蟲 周邊住戶更紛紛表示 只要下雨 這邊就會因為排水不良 而有淹水現象 水溝那裡都會這麼水 水都沒水 現在要像水溝 都沒辦法動清 三明區龍江街旁的一段水溝內 突出一塊水泥 縮載了水溝寬度 不僅影響排水功能 就連環保局人員也無法進行清淤 旁邊正好有個紅土網球場 而場內的紅土也都會飛散 流失到水溝內 造成厚厚的淤積 這樣的狀況 讓當地里長相當苦惱 希望市府單位能夠協助改善 本來水溝差不多有30公分 結果我們打開一看 剩下15公分 剩下15公分的話 排水系統受值 第二就是環保局清潔隊也不能清理 再加上我們旁邊有這運動發展局 有一個紅土的那個網球場 每到下大雨 那個紅土就會流出來 流出來然後那個紅土往外流的話 然後就下了水溝 下了水溝就溢濟嘛 日濟月累 這造成水溝差不多都會止曬 我們有跟水利局在市政質詢的時候有提過 說這條溝其實它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溝蓋設計讓清潔工具沒辦法下去 第二個是它在做洩坡的坡度的時候 這個高層沒有設計好 所以導致說它的水沒有辦法流動 像最近又有下雨 下雨完之後 它的剛剛的積水深度大概這麼深 這個都是代表說已經下過雨好幾天水都沒退嘛 那水沒退它會接下來造成什麼結果 就是並沒穩之深 那尤其這邊已經靠近高一又是一個人口密集區 所以我認為這個地方應該要趕快處理 市議員林宇凱收到里長的陳情也多次前往了解狀況 提到因為設計不良而造成積水容易滋身並沒紋 增加登革任疫情發生的風險 未來將會請相關單位儘快做改善 維護李明的生活品質 記者金縣中潘文玉高雄報導 倫敦 rape